我是Danny 从事这个烘焙行业 因为父母就在这个烘焙行业好多年 而我们这一家烘焙材料店 是开在甲冬卫星市巴萨旁边的一家店铺 而我是在这一条街长大的 从应该是出世到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才开始离开这一条街离开卫星市 然后也经过大概二十多年了才回来这里 我回来这里长大的地方开这家烘焙店 而不是那个蛋糕店 是因为我觉得实在太多的蛋糕店了 那么烘焙店会直接跟顾客比较有那个互动 而且我想到的是说在这行都已经快要二十年了 然后是时候跟邻居 以前小的时候在这里长大的邻居 分享一下做蛋糕的那个经验 我们也可以结合我们在比较专业的那个知识和经验 跟他们分享一下 这是我们回来开这家原料店的 是希望可以把传统做蛋糕和面包的方法跟大家分享 每一种我们卖的原料都是我们试用过 觉得适合用在蛋糕或者是面包的 我们才拿出来卖 而且我们的那个品牌也不是说任何品牌我们都卖的 我们有选择的 总之是适合顾客用的就好了 我是没有抱着很大的那个包袱说要开好多的那个分店 其实我的想法是说 可以让我们的顾客对原料多认识一点 因为我们觉得太多的那个添加物在我们的食品里面 始终是不好的 有一些材料其实是不必要加进去我们那个蛋糕或者是面包的 我们会在这家店里面做一些示范给顾客看 目的是让那些真的是很想知道正确的蛋糕或者是面包的做法 如果他们想要去学的话我们就可以教了 我们这里那些示范课程我们会说一个配方里面的原物料或者是它的用具或者是工具都可以在我们这家店找得到 而且是我们配一套一套的 让我们来学的顾客他不需要再去其他的地方去寻找那些原料 而且我们会让我们的学员或者是顾客 对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原物料的那个知识 会很清楚的让他们知道 我们会有一个想法 一个我们的理想 就是说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一家烘焙原料店 所卖的产品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负面的影响我们才卖 这个是我们要 我想要是说尽量去做得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